欢迎来到角落电影节 今天这节目很难得的要来分享一下 跟股票有关的故事 那之所以会想要做这节目 我们最后再来回收这个伏笔 那一开始我会玩 开始玩股票的时候 大概是在一局入职的第二年 那第二年还是第一年办 反正我记得我是2019年入职的 2020年2020年 那2020年的开始就办了一个证券户 那从2020年当时最红的几个股票 就是阳明万海还有长荣这样 所以当时的航海王热潮 其实就是我入坑股票的一个时间点 那我身边的同事 每一个人都对这个股票有十分的研究 就好比说跟我同期进去的 这个贤哥跟成哥 那他们本身跟我一样 那个三无青年这样 甚至他们可能比我还更无一点 例如说我还有写作的副业可以来处理 可是他们几乎只有学历局的工作可以做这样 那他们就很认真去研究股票 以及最小的手续费是多少 我就在那边吸收他们的蓝人包这样 中午吃饭的很多话题都是跟钱有关 那以前我会觉得这个话题很庸俗 可是话题听就会觉得说 那没错 我们还是要知道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则 毕竟所有的事情都跟钱有关 或者是看起来跟钱没关的 最后因果关系还是会被归类到跟钱有关 对 所以最终我就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听下来乍听之下就是 你如果不去投资大盘 或者是你不投资指数 那你几乎就等着吃通膨的复利了 那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就得了文学奖 那有一笔资金 那这笔资金大概是50万到80万左右 那在这段时间我就觉得说 那我要开始学习如何存钱 学习如何投资 但是我内心又不想要显得我很care投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用富邦的网络线上开户的一个功能 那它几乎你不需要跑到 不是几乎完全你不用跑到实体的 那你就上传身份证 并且我那个时候也用一个更懒得的方法 就是你不用开富邦的银行户 你就可以开富邦的证券户 银行证券这两个是分开来的 他们做正确的有证券业务 有银行的业务 所以我就只用富邦的证券户 并且就选了我台湾银行 也就是我新转账号的银行户 作为它的交割账号 什么叫交割账号 当你要买股票的时候 你就需要先把一笔钱放在交割的账户里面 那T加2就是交易日 你选你下单这个股票 你买了这张股票 例如说10万元好了 那在两天后 他就要在这个交割户里面扣到你的钱 所以我当时就选了台湾银行 作为富邦证券的交割户 他真的超级不低然的 后面就衍生出很多问题 例如说到了后面 因为交割户 他出金又要有一笔手续 这个他虽然是台湾银行是交割户 可是他还要有一个分户帐 所以你台湾银行又要汇到一个虚拟的户头里面 然后这个虚拟户头里面 他又要再被扣一笔手续费 并且那个户头 基本上他不能作为正常的银行户头使用 所以后面就衍生出乱七八糟超麻烦的东西 举例来说 他就只能从台湾银行汇过去那个户头 例如说我有别的银行的户头 那我就不能用别的银行户头汇进去 把钱汇进去 所以他必须要转两手 例如说可能我今天T加2的时间到了 我不能先用我右翼的户头 汇进去他的交割户里面 我必须要先转到台湾银行 再才能再转到富邦的那个分户帐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流程超纯 最后我还花了还蛮多时间 重新办了富邦的银行账户 重新办了富邦的交割户这样 那这个后话觉得说 一开始你想要保持的一身清廉这样的时候 我只会玩0050 但是事实上人性总是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在当时航海王很红 但当时航海王的已经有一点颓势了 但我们就是股票新手的 因为看到涨势入场 所以想当然也不会去跟当时的标的跟太紧 当我那个时候就看到两支股票 就觉得说这个股票好像印钞机一样 一直涨欸 那这两个股票 当时也有一个印钞机的称号 就叫做蓬城跟同心电 对 那我就在当时一直用蓬城和同心电 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小赚了几千元 那大家还记得2021年有个股灾吗 2022年有个股灾 那我当时2021年就有个轮替 族群的轮替这样 那红车和同心电 这两支股票就开始下跌 所以我在21年的时候 他们开始下跌 我就想说 这个时候就是我接盘的时候了这样 他跌我就接 我跌就是接 接到最后 这个帐上损益付20多万 对所以等于是 两个小型文学奖的 首奖的奖金整个就 就蒸发了 就觉得说 现在回过头来 就发现说 你真的是 一开始就会觉得赌气 一开始就说 没有这个就是钱 就是我的身外之物 但是开始我就说 看这样上下一跳动 一万元几千块蒸发掉 但平常你省吃俭用 省一百块一千块 那你为什么对股票的钱 却如此的漫不经心 所以我后来就意识到一件事情 这个漫不经心的预设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不要去玩这件事情的预设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本末导致 应该是你要先充分的理解这些东西 并且你要充分的知道它的整个工具的操作过程 例如说 那如果有人跟我讲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知道说 对你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果灾 回答可能都是三成四成 那它的这个蓬城现在只跌15% 不代表它后面不会距跌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就问了一个 比我年长很多岁的 虽然它在水利局算是我的后辈 但是年长很多岁 平常他很常跟我聊天的一个同事 都说 看0050 应该不会跌破150吧 150 当时是150 应该不会跌破150 会那么夸张吗 然后说 很难说 它就非常的 好像已经见识过以前的世界了 感觉 很难说 都说 那130 应该不会跌破吧 对 那当然是如果大家有看 历史的资料 已经跌到100块那边去了 对 很多人都还不敢剪这样 那我玩的过程之中 我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也很文学式的经验 那我在小说之中 也写到很多 关于买股票的东西 我甚至觉得 股票这个东西 或是投资者的东西 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写作技巧中 非常好用的伏笔 那我们可以就来定义一下 什么是伏笔 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故事的时候 当一个人物在介绍他自己 或者是 人物在展现他对于事件的性格的时候 我们都会预设他有某些方向性 比如说 他是一个勤劳的人 或者是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或者他是一个认真读书的书呆子 又或者是说 他其实很缺钱 晚上都在打工这样 那这个时候伏笔要怎么样 能够让读者觉得 这个死是此刻是不是一个伏笔 或是此时刻会发生什么样的危机 或是不一样的事情 那我在课堂上面对于伏笔的定义就是 你要让主角做一件可能有风险的事情 但是 他为了他 他为了要得到他最大的利益 他选择去做这件事 那投资不就是一个超有伏笔的一件事情吗 他同时具有着你可能获利的这个可能性 但是他同时也有可能就是有风险 那你随时只要故事中的给他有任何的解释 那最后这个故事就可以让你的伏笔很轻易的收回 所以我觉得小说中去写到股票 小说中去写到投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使用方式 以及他很好的去除回收掉这个伏笔 或是他很好的去解释很多东西 因为股票投资的东西 太能容纳各式各样的情绪和故事 就是说你之前不是有在跟逢一个什么00994 945 还是反正存了老大大半辈子退休金的 然后要在IPO阶段的时候 买00940银行年就不给买了 他就是在银行里站前面爆气 就说你怎么不给我买 这很超多新闻的台湾价值股 对台湾价值ETF 我觉得许名真的有个聪明的这样 我就觉得说 这个股票则是买卖的本身 它就容纳了非常多故事的可能性 并且其实就连投资人自己 也会对股票的涨跌 用故事这两个字来做比喻 今天台积电又发生什么故事了 之前是什么时候法说会 开的预期怎么样 好 那这次跌又有什么故事 国会通过了三读 通过了扩权二法 所以外资逃光光了 那台积电为什么大盘指数 长成这样 是民进党的 叫什么 民进党的政府 非常棒 让大家通通赚到钱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要说 用一个很纯理性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我们当然不能看长说长看蝶说蝶 不能每天我们都对这个国会要长蝶 就三个故事 可是如果进到小说的领域 那随心所欲的讲故事这件事情 不就变成一个超级迷人的一种 叙述的手段 和这个行销 不是讲行销 就是说 动用伏笔和情结因果关系的手段 他仿佛就是一个满口谎言的 已经离婚的爸爸 可能跟你见面的时候 对你非常的温柔 对你说很多很真心的话 可是可能一回头 他所做的真实的事情 又不是又没有真的长这样 再加上你在阅读的时候 你就会对这样子的事情有所防备 所以我自己在写水中家庭的时候 我也有对这个角色 人物 有设计很多跟股票投资的东西 我甚至觉得说 我这块应该还可以再做得更好 一按风店 他其实也有一阵子红过股票的东西 那我原本是因为 当时我在投这个企划说的时候 我也有点被宣传到了 连按风店这么棒 连按风店带来的商机这么多 那一定有很多的投资人在看了之后才发现 好像没有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原来不是政府大力推这个东西 就一定运作得很好 或者是它里面的利润一定就很高这样 相反的反而是消费性产品 电子的产品的这个东西 反而是一拳干爆的 全台最大市值全台最聪明的人 最多精英会去参与的一个市场 想说原来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竟然还这么的少这样 就觉得说真的是好的作假 必定要是一个这个世界的好的收集框 不管是大家觉得是对的故事也要收集 又或者是说大家觉得怪怪的故事 或是很离谱的故事也要收集 那我觉得好的就是作假好的写作者 就应该要具备这样的特质 那直到现在最近听了两集财报狗 也对聊果票的人的说话模式感到非常亲切 我完全不记得那两位主持 好像他们的两位还是三位主持 总之他们的讲话方式是有个靠北 超像以前我这个大学时期的这个 卷哥室友讲的话 因为他是卷哥 所以我也常常拿这个水利的问题问他 但是我常常得到的答案就是觉得说 看你个智商不足 你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 或者是你真的有做功课吗 或者是真的有这样吗 再加上他们讲话会有一种的那个感觉 这种做法的只用笔子吗 还是口腔很扁的声音讲话的时候 就觉得说靠这个超像以前成大的时候 遇到的很多同学会有的感觉是 对话诚意超级无敌低 另一个主持人就会问他A东西 比如说A东西这个今天会打开了法说会 但是虽然法说会的预期都在大家的结果里面 但是这个果票既然涨了那你觉得是什么时候 另一个人追回他三个字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讲话怎么那么悲蓝 仿佛他里面有一个潜台词 你怎么不懂这么简单的事情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把它拿出来 来问一下这样 那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感觉 第二个之所以会想要录这一集 也是最近真的是太频繁看到了 因为我算是录 虽然也不是非常铁民进党 或者是犯台派说什么都吃得下去的人 这个之后被录一集官员去青岛东路散散步 我的心得以及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些东西 看到投票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三张绿色都盖下去 里长盖绿的 议员盖绿的 立委盖绿的 总统盖绿的 政党票也盖绿的 要没有办法干什么别的选择 盖白色盖蓝色 对 那我本身又不是很相信 很理想性的帮助 能够处理的东西这样 毕竟我以前也有参加过 或者是举办过 或者是主持过很多组织 人少的时候真的是好办事 人少的时候 理念都可以讲得非常满 道德的高位都可以站得非常高 可是你真的要把自己的手弄 也不能弄脏 你真的要流汗下去做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些站在道德高位的人 这是非常 怎么说的 你没有办法在理论上苛责他 因为你知道 他根本就不是做事 你知道他全心全意想这件事情 相信这件事情 或是你知道他全心全意 相信他自己做得到 可是你完全就知道他 未来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那如果这些人 是知道这件事情 才做的 那我就不是 要么就是坏 要么就是笨 那 当然好的NPO 或好的NGO 理念型的组织 他有他存在的意义 或者是他可以在地方或社群里面 做到基本的很高密度 或是很好品质很好的讨论 可是进到投票这么 你只要有手有脚就可以 你不用做智商测验就可以做的事情 是一个众人集体意志的测验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好像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细腻论述 可以介入的空间 不然要是每次细腻论述都有效 看大家 每个人人人捧的就是小说的 不是抖音的 所以如果人们本来就是 喜欢细腻论述 那出版产业本来就不会那么惨 人就喜欢懒人 人就是喜欢你给他一个方向 人就喜欢有归属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社群 怎么会有那么多兴趣 怎么会Facebook还是一个市值很大的公司 所以呢 我自己虽然是三张都盖民进党 但是 你要我去吞下那些民进党支持者说 你看吧 小英执政了八年 我们指数翻了多少倍这样 那我每次看到这个论书就觉得说 这是你骗 不懂得骗得到吗 但懂得你懂的人又会觉得说 你在说什么感觉会掉票 所以我就觉得很痛苦 那最近让我有一个更痛苦的事情 之前一直吹吹 通过了什么政策 股票涨了多少 通过什么政策 股票涨了多少 在24号的时候 刚刚说我深圳那一天 国会扣权人法案三度通过 那在通过之后 直到我现在就还有看到 现在的时间也是6月1号 但是 我现在一直都有看到说 因为三度通过 所以外资被吓跑了 我就觉得说 靠腰这到底在公杀小 卖外资卖东西 跟这个国会扩权法案 到底有什么观点 他 你总不能你自应 要又塞个故事给大家 又要派很多人出来洗地 去接受这个说法 我就觉得说 我看得非常的痛苦这样 那自从博士剧学说 在各式各样的自己玩下去之后 也许我没有玩过这个东西 那我确实可能会真的被骗到 就像是我一开始想写黎安峰店的时候 那当时就有很多财系金融相关的报导 等一下有多少亿 等一下有多少钱这样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碰了那些资料 那你去试算那些工程款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钱其实也没有很多 这个钱如果真的工程做下去之后 那拖延或者是再加上各式各样的民众抗争 甚至是各种东西盖不了 或者是你还要再给地方一些 那个地 我们就直接就是地方黑道 在这个彰化台中 在绿能产业这种超多这样子的单位 或是超多这样子的团体 会去跟绿能厂商勒索钱这样 甚至地方政府 他本身就会跟绿能厂商去勒索钱 的情况底下 你要怎么样保证这个东西能 好好的被盖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是不懂 我会在写的时候 我觉得这东西新鲜香 但一开始我当然是觉得新鲜香 可是最后我写完随从家庭的时间点 也是我在随地去辞职的时间点 那我就意识到说 当初的初稿的东西 其实真的是还蛮多不成熟的 但幸好就是最后完稿之后 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 所谓的需要赚钱的角色 并且他努力的在35岁之前 在台湾的社会挣扎 你也可以说是 他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小草 的典范 或是你也可以说 小草可能会成为小草 就是这样子的人 他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那对他来说就是众多的喧哗 或是众多的抗争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精神上 很心灵上的压力 对 那在写作的过程之中 我又开始逐渐的感觉到说 写作好像也是某种预言吗 或是某种感觉 开始觉得说 对 现在的指数 又回到前高了 在我开始写的时候 指数崩掉 我原本以为不会有130 就100真的发生了这样 关机机进场这样 在这个写的过程之中 我好像了解的东西又更多 那一开始我就觉得说 一开始崩的时候 那我就全部一键清仓掉 好吧就买指数 那从指数是110开始买 现在再涨了150 所以我现在指数不为的表现很不错 那前几个月我就觉得说 这样就好啦 我就这样放了就好 那后来最近又觉得说 这是可以开始搞一些奇怪的东西 所以我就去请证券库那边 又开了付委托 又一个美元的资金帐 又开了一个信用户 可以去买融资 但是想买的东西逐渐变多 逐渐也变奇怪 不是很多人都说 你买工资 你能够买这个席权 感觉你就会很快的下地狱这样 那但是如果又落入这样子的说法 那这样就跟你开始一样 你为什么要碰股票 是这样这样的 你能够 你会被骗 或者是 你可能会搞爆很多东西 对 的确有可能搞爆 可是如果你不去搞 那你又会错过了 第一界 这世界很大一部分情感 很大一部分记忆的一个通往的入口 所以我觉得写作可能是预言 那也有可能是一种统计 统计在我们某一些年纪的时候 可能你有点小钱 那你会继续做某些事情 可能有些年纪你刚出社会 一毛钱都没有 那你对这些事情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可能你还没有毕业 那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时候我应该要暂时生来 改变某些事情 不知道 那往回推 或者往后推 我觉得写作都是一个很好的记录 当下我自己在想什么事情的一个很棒的过程 那也是一个 好好的叙述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的一种 并且很有效的去记录故事和情绪的一种 很有意思的手段 所以也推荐大家来进到写作领域上面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但是只要你有跟故事很有相关的经历 或者是曾经你做的事情 但是很少人真的能在你的同行里面 那你本身就有一个很棒的写作基底和写作素材了 那也今天这期节目就分享到这边 那也希望大家听到这集就不会觉得 既然聊股票就是很庸俗 有没有聊得多深 不好意思 小弟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投资 或是研究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 以前我曾经追了一个新小说的写作者 他叫微混吃等死 他在巴哈还没出道的时候 他在巴哈出道 但是他还没有商业出版出道的时候 就已经有追这个人 并且对他有养的期待 那他出道之后出了几本 就是非常青春类型的恋爱成长的故事 那青春恋爱成长 我一直以为是他的作者本身 个人性格的主基调 以及他写作向往主基调 那但是换句话来说 想要改变世界想要青春成长 那是不是就会对金钱 有某种迷之渴望或是迷之执着呢 毕竟你有改变世界 其实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要么变红 并且变有钱 或者是你直接变有钱 所以后来他的账号 完完全全就变成了 在玩比特币的一个账号 他不是教大家玩比特币 他的做法有点更像是说 我做了ABC 在Web3的事情 Web3有哪些大佬 每天是Billion 几Billion 在这个进出的世界 那你们这些Web2的这个 夫俗子 竟然没有办法理解 这里是多么赚钱的地方 我每天在那边 杀进杀出又跟了哪些多半的project 什么之类的 真的是太美好的生活 这样 我都觉得说 这个作者竟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是令我非常震惊 他好像也自己把自己活成了某种奇妙的故事 也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变成一种的人设的样子 或许是堅持不想要有人设的这件事情 反而才是一种最乖的人设 好 今天就是对自己的 总结到这边结束 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边 那如果有兴趣 欢迎在我们的Podcast底下留言 那就到这边啦